据说在电梯坠落的瞬间起跳就能死里逃生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他们租下了一家七星级酒店 并决定瞒着老板进行电梯坠落实验 首先亚当解除了电梯的安全系统 然后替换了快速释放装置 实验时只要拔掉插销 电梯就能以自由落体坠落 但由于没有铁粉自愿充当志愿者 他们只能礼貌地请来了假人老兄 同时吉里为他打造了起跳装置 他能在电梯坠落离地两米时模拟人的起跳动作 之后他们将假人安装在车厢中 等电梯上升至顶楼之后 亚当拉下了释放电梯的绳索 这时电梯从楼顶快速坠落 瞬间砸在了30米深的井底 掀起的强大气流足以让人窒息 而假人也在坠地前一秒成功起跳 并且撞在了车厢的顶部 可如此大的撞击力下假人是否还能逃过一劫呢 当他们打开电梯时发现 假人几乎变成了碎片 之后通过高速相机的计算得到 电梯落地时的速度达到了23米每秒 虽然假人以1米每秒的相对速度跳了起来 但最终还是以22米每秒的速度撞击地面 显然起跳并不能抵消电梯坠落的冲击力 那如果有幸大家遇到这种紧急情况 怎样才能减少伤害呢 为此留言组咨询了拥有半年经验的电梯专家 而专家表示 据说只要舍得踩油门 汽车就能轻松飘过30米宽的湖面 并且电影中也有过这样的情节 为此留言组向邻居借来了全新超跑 并决定瞒着邻居在湖面进行打水漂实验 但由于没人愿意尝试当志愿者 格兰给跑车安装了遥控装置 同时凯莉还在湖边堆出一个小斜坡 这样就能让汽车在打水漂时有个向上的生命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格兰操控汽车以电影相同的80公里时速冲向湖面 可汽车真能像石头一样飘过去吗 尽管有斜坡的助攻 但汽车刚起飞就直接栽进了水中 然后接连旋转了360度后砸在岸边 格兰认为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于是他们用等比例的模型车进行了小型测试 并通过多次调整后他们发现 当取消斜坡之后 模型车能更好地在水面漂起来 而如果将时速提高到120公里 汽车竟然成功掠过了水槽 有了数据支撑之后 他们再次弄来了一辆超跑 并且为了让车速更快 解析给发动机安装了氮气加速系统 同时还在底盘下增加了护板 以便在实验中减少于水面的阻力 等拆除起飞的坡道之后 格兰再次遥控汽车开始实验 这次又能否成功越过湖面呢 随着油门的逐渐加大 汽车很快被加速到120公里的时速 然后一路横冲直撞成功掠过了30米的水面 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清楚地看到 汽车在经过两次水漂之后 稳稳地到达了对岸 显然只要速度足够快 汽车确实能像石头一样漂过水面 这是因为汽车在下压水面的同时 也会受到水面的反作用力 从而使汽车不断上下飘移 据说用冰块做的大炮杀伤力非常大 并且在中世纪的俄国战场 一个小镇被敌军包围 在弹尽两绝的情况下 守门的士兵集中生智 用冰块制作了一门大炮 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可冰块在发射时真的不会炸糖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亲自打造一门冰块制作的大炮 他们首先需要测试冰块炮弹 能否承受发射的冲击力 于是格兰对冰块进行打磨塑形 制作出特定尺寸的冰炮弹 而凯莉则弄来一门中世纪的奥姆西大炮 第一次测试他们使用了230克黑火药 当专家拉动火神的瞬间 冰块炮弹快速飞射了出去 并成功击中了远处的甲人 那如果以大炮能够承受的最大火药剂量 冰制炮弹还能成功射出吗 接下来他们将火药剂量拉满至680克 这次炮弹依然保持完整并击中了甲人 为了保证冰制大炮能正常发射 于是他们制作了与后膛相同厚度的冰柱 然后通过引爆不同剂量的火药 来测试炮管能够承受的最大糖压 以免在实验中出现炸糖的现象 首先凯莉往冰柱内塞入230克黑火药 而当格兰从远处引爆时 冰柱直接被炸得粉碎 很明显炮管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爆炸 之后他们逐渐减少火药的剂量并继续测试 最终在炸毁几个冰柱之后他们得到 后糖能够承受的最大火药剂量为50克 有了关键数据之后 三人开始正式制作冰炮 从懂车地搜索可以看到 如果路面结冰可能造成车祸事故 而掉落的冰块还会砸毁汽车 但冰做的大炮真能造成致命伤害吗 据说用冰块制作的大炮能正常发射 并且在中世纪的俄国战场上 几个士兵被逼到弹尽两绝 走投无路下他们用冰块制作了一门大炮 成功消灭了所有敌人 可这样的大炮真的有这么大威力吗 流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他们用直筒做成炮管形状和尺寸 并在中间放入炮弹大小的水管 然后往里面注入凯莉的洗澡水 等冷冻凝固之后就做成了冰炮 趁冰还没融化之前 格兰往炮管内塞入了50克黑火药 由于找不到志愿者来检验炮弹的杀伤力 他们只能将假人分布在距离大炮137米远的位置 以此来模拟工程的敌人 紧接着凯莉在防爆门后按下引爆按钮 这时冰炮弹奇迹般的发射了出去 并且出塘速度达到了89米每秒 同时炮筒依然保持良好 但随后他们检查战场时发现 对面所有的敌军都毫发无伤 显然是冰炮的威力不够大 于是他们只能将火药剂量增加一倍 然而当他们再次发射的时候 尽管冰炮弹成功飞越了敌人头顶 但炮筒却直接炸弹了 显然用冰块制作的大炮并不能形成有效杀伤力 热能将玉米全部炸成了爆米花 并且在电影《冬末村》中也有类似的镜头 朝鲜士兵将手围丢进了粮仓里 然后就有了爆米花漫天飞舞的壮观景象 可爆炸的热能真能制作爆米花吗 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扯淡 托瑞偷偷将粉丝家的煤气罐摄了出来 并决定将它引爆来制作爆米花 而凯莉则弄来了一些玉米粒 用锡纸包好后放在了气瓶上 但由于煤气罐并不容易发生爆炸 所以托瑞决定用1公斤C4进行引爆 等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在安全位置按下了引爆按钮 随着一声巨响 爆炸掀起了巨大火球 可产生的热量真能让玉米爆开花吗 之后他们通过查探现场时发现 虽然玉米被炸的满地都是 但压根没有一颗爆胎 可见用爆炸做爆米花的说法有些扯淡 而格兰认为可能是因为爆炸持续的时间不够 才导致热量不足以爆开花 于是他们改变了实验方案 因为在之前的爆炸实验中他们发现 奶精的火球持续时间是最长的 所以他们又从奶茶店弄来一桶不要钱的奶精 并将它和玉米粒混合灌入炮筒中 等托瑞放置好点火引信后 他们再次按下了引爆按钮 这时奶精包裹着玉米瞬间喷发出来 然后在空中爆燃化成一团火球 并且从远处可以看到很多玉米着了火 貌似这次真的能吃到奶香味的爆米花了 然而等他们走过去才发现 尽管地上的玉米依然还在冒烟 但还是没有任何玉米爆开花 为了找到实验失败的主要原因 最终他们只能请教拥有半年经验的爆米花大师 而大师表示 玉米只有在232摄氏度下持续加热一分钟 才能膨胀成爆米花 显然爆炸的瞬间热能是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 所以如果大家想自己做爆米花 这个方法你们就不用去尝试了 据说轮胎爆炸的威力能让人伸手一触 并且网上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视频 可爆胎真的能炸断人的脑袋吗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他们首先弄来了一辆货柜卡车 并让卡车的轮子压在小车的驱动轮上 这样只要启动小车就能让卡车模拟行驶状态 然后亚当用砂轮机打磨掉轮胎表面的橡胶 而吉米则准备对车胎进行加热 因为这样能让轮胎快速达到爆炸临界点 但由于没有粉丝愿意体验爆胎的威力 他们只能将假人摆放在轮胎旁边 紧接着吉米启动了驱动小车 但半个小时过去了 尽管轮胎的温度已经达到93度 但丝毫没有爆炸的迹象 之后亚当连接了高压气泵 可不久后轮胎只是发生了漏气 显然车胎并没有这么容易爆炸 于是吉米启动小车让漏气的轮胎高速旋转 看能否产生碎片让假人伸手一触 这次虽然很快有橡胶碎片飞射出来 却没有一块击中假人 那如果直接发射轮胎碎片 击中人体后又会不会造成致命伤害呢 下面留言组改变了实验方案 他们用车轮制作了一个发射装置 当轮胎碎片送进两轮中间时 高速转动的车轮就能将它甩飞出去 接下来他们将假人固定在装置前方 然后亚当启动汽车加速到64公里每小时 同时吉米将碎片送进了车轮 这时碎片不仅击積穿了中间的车窗玻璃 而且还将假人直接撞飞 之后通过检查时发现 假人的颈椎已经断裂 如果要是打在了哪个粉丝身上 估计会轻一块子一块 据说飘移过弯的速度会比抓地过弯要快 并且在电影《投文字帝》中 周杰伦开着送豆腐的卡罗拉 凭借高超的弯道飘移技术 成功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战神GT-2 可现实中弯道飘移除了爽裤之外 真能比正常过弯快吗 留言组为了揭开这个问题的答案 决定先学习飘移技术 于是他们花聚资请来了车技教练奥德标 而他也凭借自己过硬的八字 成功从拉香蕉地升级成了专业车手 并且自二八大档开始 已经积累了20年的飘移经验 首先进行训练的是吉米 虽然他是个从青春期就开车的老司机 但在复杂的操作步骤中却有些手足无措 甚至将发动机都给干闹烟了 因为完美的飘移需要精准地控制每一个环节 这样动摩擦力就会尽可能为车提供向心力 从而达到飘移过弯的目的 但好在经过几个小时的训练之后 吉米开始逐渐掌握了飘移技巧 并且在随后的几次测试中 他都顺利完成了飘移动作 而当等到亚当上场训练时 天空却下起了大雨 为了避免奥德标的爱车在训练时出现打滑失控 刘彦祖决定借朋友的汽车进行测试 尽管普通汽车与专业赛车存在巨大差距 但经过两人不懈努力 他们终于能单独完成简单的飘移动作 可飘移过弯真的会比正常过弯快吗 接下来留言组开始了正式实验 于是他们来到了空军基地 并在这里布置了一个直角赛道 他们计划用即时赛的方式进行测试 实验时汽车将以72公里的时速行驶 然后分别用飘移和抓地的方式穿过弯道 而通过对比他们所耗的时间 就能判断留言的真假 首先亚当进行了正常抓地过弯测试 吉米测得达到终点所需的时间为4秒 之后他又驾车以飘移的方式通过了弯道 但测试的结果却和正常过弯一致 而为了让测试更加准确 亚当又进行了多次测试 可结果依然没有改变 难道飘移真的不会更快吗 吉米认为亚当的飘移技术太水 于是自己也开始了相同的测试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他不但没有完成飘移动作 反而还将车撞的稀巴烂 为此他们只能将赛道改成180度转弯 然后由吉米负责难度较小的抓地过弯 而即时气测的他的耗时为8秒 之后亚当则负责飘移过弯 并且测的时间为9秒 竟然比吉米的抓地过弯慢了一秒钟 看来刘延快要站不住脚了 为了实验更加严谨 他们再次将跑道改成了模拟城市道路 而经过几个回合的测试 最终测得吉米抓地过弯的最好成绩是1分54秒 而亚当飘移过弯的最快记录则为1分54.5秒 还是没能超越吉米的正常过弯 最后他们不得不请出专业车手奥德标 这样兴许还能改变实验结果 然而当他以拉香蕉的最佳状态飘移跑完全程后才发现 他的成绩居然达到了2分钟 如果专业车手都不能超越抓地过弯 那几乎可以正式飘移就是中看不中用 据说如果高压气瓶的阀门被撞坏了 瓶子就能瞬间变成火箭四处飞窜 甚至可以冲破墙壁 难道气瓶的威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延祖决定修建一面水泥墙 然后当着水泥墙的面砸坏高压气瓶的阀门 看能否像火箭一样冲破墙面 毫无疑问修墙这样的体力活 当然是交给新来的实习生 为了让气瓶沿着直线飞行 秦里打造了一个固定方向的导轨装置 并在上面焊接了两个支架 以保证砸落的时候气瓶不会脱离轨道 而亚当则在导轨的末端安装了圆管 实验时将40磅的钢条从圆管中释放 从而砸坏气瓶的阀门 下面他们带着气瓶来到军用碉堡 里面的水泥墙已经修建完成 为了展示钢条的威力 亚当现场为大家表演胸口碎大石 两人将导轨安装在水泥墙的正前方 为了测试钢条砸落的力道 亚当将水泥砖放在了装置下 随后拉下了释放绳索 只见砖头被砸得粉碎 而接下来他们将用每平方英寸压力 达到2600磅的气瓶进行测试 看他们否像火箭一样冲破水泥墙 两人将导轨安装在水泥墙的正前方 女助理在上面涂满了猪油 以让气瓶发射得更加丝滑 随后他们将气瓶放入导轨 并取下保护罩 一切准备就绪后 亚当躲在门外拉下了释放绳索 然而第一次实验翻车了 由于砸落力道不足 没有将阀门完全砸断 导致气罐无法发射 于是他们在钢条上追加了30磅的铅块 并将圆管内壁也涂上猪油 以减少摩擦力 最后还调整了气罐的位置 让铁块砸在阀门的顶端形成杠杆原理 使阀门更容易被砸断 确认忘无意识后 他们再次开始了实验 这次气瓶又能否成功发射并冲破水泥墙呢 巨大的气流生下的两人虎蛆一阵 在铁块砸落的一瞬间 强大的气流将瓶子飞速向后发射 不仅轻松冲破了水泥墙 甚至还将碉堡的墙面砸出一个大坑 最后他们通过对比发现 整个水泥墙被往后推了半英寸 如此大的冲击力 如果砸在人身上必定当场开戏 所以大家在操作器官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尝试